前段时间王力宏跟李亮磊之间离婚闹得沸沸扬扬 而陈建州也被卷入其中 网友扒出来其两人过往 导致舆论发酵的愈演愈烈 尽管后来李亮磊为两人澄清 但不得不让人猜测 王力宏跟陈建州之间到底有什么过往呢 2013年陈建州跟范伟奇大婚 而王力宏担任伴郎 黑人还特意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并配图婚礼现场两人的照片 可这张照片就很怪 因为图片上的主角 站在C位的是王力宏而非新娘范伟奇 那黑人说的交往13年到底指的谁呢 更有意思的是 陈建州夫妇跟王力宏夫妇 私下也会经常聚在一起 每次他们四个人拍的照片也很奇怪 即便隔着自己的妻子 两人还是会不自觉地向对方靠近 有次谢霆锋去台湾宣传新唱片 看到了在舞台上秀兄姬的陈建州 他忍不住说了句黑人是高科技产品 某类群体的猎物 这句话在当时还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可黑人也只能敢怒不敢言 街放一直有传闻 陈建州跟范伟奇结婚只是掩人耳目 了解他过往的人都知道 这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他是圈内出了名的亲吻狂魔 而且目标几乎都是男明星 在林依晨的婚礼上 对陈柏林深情一吻 参加节目时 对蔡康勇深情表白还献出热吻 不是蜻蜓点水 而是非常狂热 丝毫不像是为了节目效果 就连罗志祥这样断位的 见了陈建州都像老鼠见了猫 阅人无数的罗志祥 在节目中被陈建州抢吻 推都推不开 久而久之大家都知道 只要上陈建州的节目 都逃不过被他亲吻的宿命 不知道这是个人喜爱 还是为了节目效果呢 蔡康勇或许也是看不下去了 多次明示或者暗示陈建州 在他那个圈子中很受欢迎 还曾说过他去内地玩的时候很凶 还说他跟范伟奇结婚结得很假 处处都似乎在挑明一些 包括王力宏也是 曾经李倩荣在节目中爆料 有位男议员出轨 还详细描述了他的外貌特征 主持人吴宗宪直接猜出了王力宏的名字 所以无论是陈建州还是王力宏 他们的婚姻都被外界怀疑 是跟各自的CP打眼户